爸爸看了你的全部直播 想听听我的官后感吗 你活泼 可爱 有想法 有创意 但不俊有 绝大多数人在这宇宙中都是杀力 但有一些人在这宇宙中 至少在这地球上 他能砸出一个坑来 比如说孔子 苏格拉底 爱因斯坦 爱隆马斯克 要是跟这些人相比的话 我可能永远都不会眷勇 十八岁的女孩不要说永远 你如果把时间用在 跟这些古人圣贤交往上 即便是不考大学做网络直播 都会与众不同 现在网络上的一些观点 似时而非 活人一乐 这个月看过下个月都不想回顾 你如果读了书 有了分辨力 再去追求自己的梦想 有了自己的观点 就不会人云亦云了 现在网络流行那些语言 没有钱人性 知道不知道 古人早就说过了 他们说过了 当然说过了 加油千金 行之由心 我真是贵了 七行而前 以掏枪力 我读书少 你不要骗我 君莫 欺我不识自我 世间安能有此事 真的假的 你惊着我了 堪惊小儿体 能开掌扯意 老林 你太有水平了 我要开始粉你了 你不是粉我 你是粉富有诗书气自华的人 你也可以 十八岁 你能用可乐皮烤肉 能炸小丸子头 活不又极致 如果你不错读书 到了爸爸这年纪 那时候的你 会运中有惠 文笔流行 读书吧 孩子 我从现在开始 还来得及了 什么时候都不管 人亦能治即百治 人实能治即千治 果能辞到 虽语弊鸣 虽柔弊